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社会崩溃的概念 其实现在很多好莱坞的电影 无论是探讨武打的 探讨这个那功夫的另外空间的 最后都集中在人走向了最后一天的时候 当然他那个电影表现就是说是一种恐怖分子了 你只能这么说是恐怖分子了 他用一些恶的办法来消除可能人将存在的这种 大崩溃的概念 对吧 可能大概是这么只能这么解释 他认为现在是有80亿人 然后随着时间推移人会越来越多 当走到一天地球上无法承受的时候 那整个全球会出现崩溃的 人无法承受了 那现实的环境中我们看到包括南极洲的冰川的出现 内部出现崩塌 那与此同时呢 一些被人们无法解释的一些特异的现象呢 在世界各地都出现 世界各地都出现 其实在我个人的眼睛里呢 如果时间是一个神 时间是神的话 朋友们能认可这个概念的话 你会发觉随着时间的流失 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人成为这个地球上一个主宰者 其他的生命都是一种附属的概念的话 那人的生命过程有始有终的话 那这个生活的社会环境 从道理上来讲 它自然就是有始有终 那网上有篇报道 谈到中国货币人币的问题 人币成为了一揽的计划之后呢 进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后呢 在我的眼睛里 它就倒血没了 倒霉了 还以为壮大了呢 你什么东西壮大了 你以为大个儿就是好事吗 太难说了 对不对 什么东西大了 都未必是件好事了 那这篇报道呢 来自于西方媒体的 文章题目这么说 人民币挑战美元和欧元失败 俄罗斯的卫星新闻网 三号的新闻报道说 人民币暂时无法与美元和欧元抗衡 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导致了大量资本的外流 中国银行已经开始使用强制手段控制兑换美元的出境 那 俄罗斯独立报一号发表评论说 北京坐下装美元的袋子别了 北京希望用人民币挑战美元和欧元地位的争夺战中失败 不但消耗了大量外汇储备 而且不得不依靠行政手段来控制资本外流 这可以被看成是北京近年来逐步自由化人民币努力之后的倒退 人民币自由化 你必须有相等同的真正的国家的实力 你的经济实力 你的消费实力 你的真正的内在的内涵的境界得到哪 在国内你怎么吹牛皮都没问题 对不对 你控制着一切 你把人都称为猴变 要求所有的孩子接受自己的祖宗是猴 你把自己非得说成是没有灵魂的无神论的东西 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得这么学 你在虐杀着每一个圣洁的灵魂 你可以做 但是当你要赚钱 你做的过程中 你的掌权者 你的拥有实力的家族们的儿子孙子们 这些孙子们知道 在家里当孙子 当爷爷不如出门当孙子 所以他要把钱弄到国外当孙子 就这么回事 把孙子都生到外头去 没错吧 所以国内的爷爷出门做孙子 他宁愿做孙子 他不愿意在国内做爷爷 这就是今天中共体制当中的官和他们的儿子孙子们 有钱人们 他知道这个体制是个 不是人的体制 是高级动物的体制 没骂人呢 你说自己是高级动物 那他不出事才怪 俄国媒体在报道讲说 限制资本外流的最新手段中 是向国外转款遭到控制 那银行客户转款超过500万美元的话 必须获得监管许可 那独立报报道讲说 人民币目前的状况表明挑战美元失败后 形成了恶性循环 人民币贬值刺激一些中国国企和私人 将更多的人民币兑换成美金 反而更加刺激人民币贬值 同时人民币贬值导致资本外流 这是我们昨天说的 在外汇市场 在外汇报价上出现非常异常的状况 Google财经网站绝不会是乱来的 对吧 那彭博通讯社的财经报价 这个外汇报价也绝对不是乱来的 那中间什么原因促成 它如果是系统出问题 但它为什么要维持长达八个小时的报价混乱 2014年6月份 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4万亿 到了今年9月份 下降到3.17万亿美金 显然北京花费了巨大储备 希望阻止人民币汇率的下挫 从而导致北京的美元的钱袋子别了 大家别认为那个数有多大 对不对 从温家宝到李克强拼命印人币 咱问老百姓你兜里有多少人币 你兜里到底有多少钱 这个钱去哪了 钱印出来了 李立国一个人弄2000万 2000亿人币 对不对 所以钱是印出来了 也投放了市场 但有些人就这么一拢就走了 对吧 有些人都不用拢 从那个印刷厂印出来的钱 整捆的就到他们家了 人家是那么挣钱 你还说我要有本事挣钱 你有病 与此同时 许多俄罗斯专家对人民币未来走向持悲观态度 他们认为人币的贬值从2016年年初就已经开始了 而高速贬值可能发生在2017年 那甚至可能会出现暴跌 我跟大家讲了 这篇文章出来的同时 昨天人币的报价出现异常混乱 到今天没人解释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一定有小鬼大鬼之道 你们要的是现在 sup亲爱的人 什么现在 我们说过来 我们就想过来 川普跟蔡英文对话 这件事情在世界媒体当中依然是大新闻 基辛格讲印象很深刻 北京平静回应川普与蔡英文通电话 法新社说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是缓和与中共关系政策的推动者 1972年基辛格曾经是尼克松与毛泽东会面的安排者之一 那中美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美国方面主要是基辛格 基辛格曾经在纽约表示说 中国领导人就川普与蔡英文之间对话表现出来的平静回应 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他也建议要在一个平静的对话继续下去的决心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 其实作为我一直跟大家说过 习近平对中华民国的关心超过蔡英文 这是习近平如果真正他想求得生路的话 求得生路 那求得自己在主政期间出现一个大写的人 是个大写的人 他一定竭尽全力维护国家宪政体系当中的一切 为今天的中国大陆在宪政方面寻找出路 在国家稳定的背景之下寻找自己的生路 而与此同时 作为川普的顾问呢 他们也认为 不用担心这样的通话会激怒中国本身 川普竞选团队当中的经济顾问 来自美国传统基金的首席经济师 史蒂芬·摩尔 星期一接受电台采访时说 川普冒着让中国不高兴的危险和台湾总统对话是对的 如果中国不高兴的话 那就搞犯他们 台湾是我们的盟友 因为他信仰自由 我们应该支持这个国家 应该支持我们的盟友 如果中国不高兴就搞犯他 我觉得中国的所作所为是在东方挑起战争 是时候像里根那样 对欺凌弱小者毫不客气 对他们说不 与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 他非常欣赏川普的行为 外交圈里太缺乏决断力的人 他们只会说天哪 我们不能这么做 我们会激怒中国 我根本不在意 是否会激怒中共 这里他提到了里根 川普的做法 很类似于当年里根的出现 里根的出现 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 那川普的出现 很可能对应着中国共产党的崩溃 这就叫天意 愿意不愿意 你今天高兴不高兴 那是你的事 没有人能够让所有人都满意的 而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去满意自己 这就是很多人的愚蠢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